真元三年,公元787年,大唐被吐蕃算计了一把,三位国祖名将被搞残了俩,搞伤了一个 原本如日中天的宰相张言赏,又惊又愧,一鸣呜呼呼 大唐朝廷可谓是内外皆忧 汤州李阔只得祭出了他的最后杀气,李毕 战略大使李毕不负众望,一番布局,让波唐对抗,攻守行事逆转 其中还包含了一件在当时看似绝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他风云》,我是杨丽辉 李毕当宰相的思路很清晰,当前最为紧要的,当然就是今天一把手要管的仁宰发三种大事 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是要保住李胜和马瑞 7月21,他约上李胜、马瑞和柳云一起,惊见李阔 李阔一直没有启用李毕,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李毕这么多年受排挤 做了宰相,会报复曾经迫害他的人 李阔对李毕说 以亲之功,昔日在你母时,就应该担任这一职务 亲却推辞了,现在朕启用了亲,想和亲做个约定 希望亲千万不要再报复仇人 至于对亲有恩之人,朕会替你多加补偿 臣速来奉道,不惜与人结仇 李府国远载之流,曾加害于我 如今,他们都已自食恶果 对臣有恩之人,有的已然显贵 其余之人,大多已经凋零 臣已无人可报 虽无大恩,小恩之人,亦当夺加报答 李毕见实际声书,接话道 臣也想与陛下做个约定,可以吗 有何不可 希望陛下不要加害有功之臣 臣承蒙恩典,自然不会受害 李胜,马随都是有大功之人 听说有人说他们的坏话 尽管陛下肯定不会听信 但臣还是要当他们二人面 说明此事 就是要他们二人不要妄自猜疑 万一陛下加害了他们 那数位之士方阵之臣 便都会怨愤叹息,辗转不安 不久恐再生祸乱 人臣能蒙人主赏识和信任 就十分幸运了 有没有官职都不重要 臣在灵武时未尝为官 但文武百官接受臣的指使 陛下受李怀光为太尉 却让李怀光越发恐惧 才有了背叛之士 一正一反都是陛下亲眼所见 李圣马随已足够富贵 如果陛下能坦诚地对待他们 国家有事 他们能随从出征 国家无事 他们能入朝奉寝 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事情呢 所以臣希望陛下 不要因为二人功劳太大而去猜忌他们 他们二人自然也不会因为职位太高 而自身疑虑 天下便可太平无事宜 听吧,李阔说道 乍听亲之眼 觉得很是突兀 不知何意 等听了亲之剖析 才知道这是设计之根本呀 朕一定会牢记亲眼 二位爱卿也要共保设计呀 李圣和马随在一旁听李毕说话的时候 已经泪流满面 听到李阔这样表态 立马起身下拜 解决了李圣和马随的事情 李毕又请求改革中县官员的编制 因为之前为了消减开支 朝廷觉得现在天下人口少了很多 自然不需要这么多官员 就下令免去了很多官职 可政令因施行不当 削减的反而都是那些干实事的官员 而且各州各县因常年战乱 并没有因为人口减少而清闲 李阔很疑惑 他问李毕为啥人口少了 官员却还不能消减呢 李毕把情犹分析了一遍 李阔这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之后李毕又提出了一套更加合理的官员筛选方法 让上去的和下来的官员都不声怨言 另外李毕又咒情 只要没有实际去封地的诸王一律不给首万 李阔听后当即同意 人事工作安排好后 李毕就要抽钱的事情了 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凭了内乱 现在吐蕃有了搅扰 军费开支高居不下 再牛的国库也扛不住呀 李毕上咒说道 改行两税法以来 各阵各州各建 往往违背法令搜刮钱财 诸慈之乱 地方上多加征税充当军费 诸慈之乱平定后 地方畏惧法令隐瞒持情 臣请陛下颁下圣旨赦免其罪 但严令他们改正错误 除按规定留给捷渡和州县外 其余请粮一律送到京城 各地方要处理好拖欠的赋税 能征缴上来的尽力征缴 实在难以征缴的 全部免除以示宽大 以后再胆敢隐瞒实情的 必严加惩处 爱卿之计策甚为长远 然立法太宽 朕恐朝廷所得赋税就不多了 此事 臣已经想了很长时间 宽大 收获多 用时少严厉 收获少 耗时长 这是因为宽大处理 人们免去了处罚 自然欣喜 乐于缴纳赋税 言行立法 人们争着隐瞒实情 不经审讯 难以得知真相 自然耗时较长 李阔听了 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按李毕的奏情去办 河西沦陷后 安息 北京 西域等地 来长安的死者 回家的路就断绝了 人吃马胃的 全依赖 红炉寺供应 时间一长 红炉寺也没钱了 就让附近的周线供应 弄得长安附近 苦不堪言 李毕深入咨询人中 了解情况 发现有的人 这流长安 长达40余年 还成家娶妻生子了 他们买了田 植老宅 甚至还有人做起了 放高利贷的勾当 日子过得不要太舒服 李毕下令 让人核查这些食者 只要拥有田宅的 一律亭子供养 这些人不服 来李毕宅相府闹事 李毕对他们说 你们之所以滞留京城 都是历任宅相的过错 哪有让前来朝供的使者滞留 几十年不放回国的 如今 你们或者 借岛回河 或者从海上回国 实在不愿回去的 当前往红炉寺 说明情况 红炉寺 自会处置 你们就留下来 做大唐的臣子吧 人 应当 实时务 谋发展 岂可 克死终身 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国 全部编入了神社军 除了王子担任一些没有实权的兵马使 其余人全部充当了士兵 取消了这些人的供应 每年能节省五十多万米 做完这些 李毕又把目光转向了君子改革 唐廷为防范吐蕃 从关东 增掉了十七万的士兵 住所在咸阳奉田一带 这些人 每年消耗 两百万副粮食 这算成铜钱 就是三百多万米 更加糟糕的是 最近几年 天灾不断 就算是有钱 也不一定买到粮食 李阔听了 李毕的咒报 问道 这如何是好 如果立马削减数位的士兵 请以为如何 如果陛下能听臣之言 无需削减兵族 也不用搅扰百姓 自然能使粮食充足 就连粮价也会降下来 若果真如此 朕怎么会不采用呢 此事甚及 臣请立马去做 再过十天就来不及了 现在 吐蕃人长期居住在 圆州一带 他们吃的粮食 都是靠牛来运输 粮食运完后 牛就没用了 如掉出左仓库中 质地变坏的丝钵 染成花色斑斓的样子 再通过挡项人 卖给吐蕃 尾头牛 也不过就两三匹而已 如此算来 拿出来十八万匹丝钵 就可以换来六万头牛 再让人多加铸造农用器具 买进麦种 然后分发给边疆一带的军阵 让他们的士兵耕种荒地 只需和他们约定 来年麦子成熟后 除加倍偿还种子 剩下的粮食 官府按十架多加两层来收购 罐中土地肥沃荒芜已久 必然大丰收 士族们获得好处 耕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边疆居民稀少 士族们如果吃上官府的粮食 居民的粮食无处可卖 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表面上官府高价收购 实际上价格比今年还要低得多 李克一听大喜当地同意实行 又询问李毕关于君子改革的想法 李毕说道 数位的士族靠屯田富裕起来 便会安心留在他们的土地上 不想回去 原来的制度 数位的士族每三年轮换一次 现在只需在快到三年的时候 下令凡是愿意留下的人 就将他们所开垦的田地永久地留给他们 他们家人如果愿意前来 元洁的官府不但不能阻拦 还要给他们文书 方便他们沿途攻击 这样一来 边疆军阵的结帅不用总是更换士族 他们也乐意如此行事 用不了几轮 数遍的士族变成了定居边疆的本地人 接下来就可以按府兵的制度来管理他们了 这也可以让官中变得富裕起来 李阔听后大喜道 果真如此 那朕自不用担忧土拨了 李毕却摇头道 非也 臣另有他法 何时吐蕃自困 爱卿快说 有何妙计 现在臣还不能说 等粮食的问题解决了 才能设计此事 李毕故意隐瞒的妙计是什么呢 处理好前梁的李毕 肯定要动手反制吐蕃了 以唐廷当时的实力 和吐蕃硬刚还不是上策 他选了一个更加稳妥的方法 只是这个方法要让李阔受点委屈 李毕太了解李阔了 刚才这么好的政策 如果因为自己后面的话 激动了李阔 被废止不用 就太可惜了 所以他说先看到丞相后 再给李阔说后面的事情 唐廷北方的回合 民红彪悍 战斗力强劲 回合内部有两个派别 一个是青唐派 一个是捞钱派 像暗史直乱期间 协助唐军收复两京的英雾可汗 英雾可汗长子叶户 都是青唐派 英雾可汗死后 其少子登里即位 他是典型的闹钱派 不管是大唐 吐蕃还是韦燕 谁给的好处多 就和谁好 而且这个登里可汗 还十分的傲慢自大 他即位后 回合和唐廷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甚至到了后来 他还和韦燕皇帝史朝义 勾结在了一起 幸亏当时 唐廷平凡副元帅 普务海恩 和登里可汗关系不错 威逼加利诱 又把回合 拉回到了唐廷的阵营 登里同意出兵驻唐平叛 就是这次出兵 让当时还是勇王的李阔 在陕州 收尽了登里的侮辱 李阔的随行人员 要指昂韦维少华 还为登里打了一百遍 维少华身体素质差 一百遍就把他打死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事件 李阔对回合的态度 一直很差 登里在位期间 和普务海恩 突破一起 一路打到长安附近 幸亏郭子仪 力挽矿兰 劝动了回合 青唐派大将 耀葛罗 耀葛罗振千反水 大败吐蕃 唐代中李狱在位期间 一直忍让回合 回合在和唐廷 打交道的过程中 获得了大量的好处 回合人过着 有某民族的生活 等级之间差距并不大 但随着 从唐廷捞的好处 越来越多 这让回合贵族 有了分化 尤其是登里可汗 他觉得自己 十分了不起 望至尊大 修建了宫殿 争选了后宫 穿上了紧帛 脱离了群众 公元779年 唐代中李狱驾崩 李阔即位 唐廷按礼节 派人到回合报商 登里可汗不但没有表示哀悼 就连食指都没有接待 有人劝登里可汗 说大唐富饶 应该趁其伤乱之时 发动进攻 定然可获得莫大好处 登里一听直拍大腿 整兵就要南下 回合宰相顿莫赫 是登里可汗的堂兄 他和耀格罗一样 是一个清唐派 坚决反对登里出兵大唐 可登里就是不听 回合人中 有不少人并不想打仗 尤其是和大唐为敌 敦摩赫借机 带着这拨人 起兵杀了登里可汗 致力为可汗 视为河谷夺路可汗 并前十入唐 请求称臣 李阔派人 撤封敦摩赫 为武艺可汗 按道理 回合都冲沉了 那之前李阔受到的一点点委屈 也应该随着登里可汗的死而消散了 可他的小心眼 不是一般的小 最后的一段时间 甚至出现了 李阔暗中受益唐廷官员 杀害回合使团 九百余人的事情 逼着回合站在了唐廷的队里面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 诸涛南下之时 回合出兵住阵的情况 时间一晃 来到了七百八十七年 大唐的内乱结束了 回合人不计前嫌 主动向唐廷示好 河谷夺路可汗 甚至还提出 要和大唐和亲 请求唐廷赤婚 可小心眼的李阔 就是不想和回合和好 多次拒绝了 河谷夺路可汗的请求 李弊知道 要想反制吐蕃 必须要联合回合 可怎么做 才能让小心眼的皇上 不计前嫌 接纳回合呢 李弊想了一个妙计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